75岁的詹伯伯患有多項慢性病 吃了一堆藥 糖化血色素指數卻沒有得到控制 台中榮總透過私信研發的智慧用藥 評估與決策管理系統 分析完整的用藥歷程 並取代抗膽鹼等藥物 糖化血色素下降到了7.7% 有要看心臟 有要看的脈絞 75岁的詹伯伯患有多年糖尿病 高血壓等多項的慢性病 每天吃了一大堆的藥 糖化血色素指數卻一度飆到11.9% 严重失調 不然我過去用藥 看七百塊 不知道要怎樣 三餐都比較不適合吃飯 沒辦法弄 讓他們過了 過一數個藥劑師 原來改善 我現在都正常 麥北不是也同時併用了不適當的藥品 因為這些不適當的藥品 其實會增加它 其實就是記憶障礙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詹伯伯 希望詹伯伯可以試著 先把藥品先減低量看看 那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下次回程 試著跟醫師溝通一下 如果真的不需要了 我們就可以成功的把這個藥拿掉了 台中榮總自行研發智慧用藥評估與決策管理系統 了解詹伯伯完整的用藥歷程 並且發現藥物中有老年人不適當用藥 以及抗膽減藥物 使它產生耳心食慾不振等副作用 而停藥 為了控制血糖 醫師與藥師進行調整為同類其他藥物 由低劑量開始使用 詹伯伯的糖化血色素指數下降到7.7% 體重也減輕了將近10公斤 體力大有改善 高齡的病人 他的用藥 因為高齡的病人 他可能疾病比較複雜 那用藥的品項數也比較多 那我們就想說針對高齡病人 他的高風險的藥物 像抗膽減分數比較高的藥物 我們就先建立了系統 所以經過這個系統整治以後 再由我們藥師在電腦上直接篩選出 那個不適的用藥 然後跟這個病人 這病人到我們的藥室諮詢門診 我們跟病人解釋以後 請他在某些藥物可以減低一些藥物的劑量 智慧用藥評估與決策管理系統 提高藥師篩選病人的效率 更有效的增加藥師處方用藥建議數 從227人次增加到導入後的541人次 要提供高齡長者更安全的用藥品質